繼續來看管理會 今天開始電氣收拾新宅議庭 4月收拾要來新宅中華館政府 103年4月8月這個年度中醫生 今天所安排的是新宅社會處 也有熱港處的醫生 因為在這個熱港和主控的這個基本當中 我看都是熱港來受委訓 所以管理完都希望熱港處 可以得到來到三天 幫助這個調整熱港朋友 中華館政府民國一百零三年四百多月的 二度中醫生 今天開始由管理會四月收拾來進行心宅 今天安排社會處也有六港處的二度醫生心宅 在六港處方便 因為最近路主求婚不斷來團出 受害是以六港比較多 以外希望六港處可以多多來幫忙在六四六港 我跟我說比較負責任的介入 也要讓我們多市的勞工 訴求無論 因為我去公斤那邊 現在就坐著 我公司的幾檔都這樣 以前他也有車 他就委員多一條 行我就不給他 比較傾向於保護勞方 你資方他可以聘地吃 那勞方就是一個人 他有什麼力量 他一定要這些委員幫他講話 幫他維護全力 而且很多勞主的求婚到最後都必須要進入 是順便的頂數 所以如何來提供六港賣 非法勞主事項度最重要 有必要的話 勞工處這邊也可以提供到律師的協助 像是有必要訴訟 他要對勞工的 因為有的律師他其實擅長 每個律師擅長的部分不一樣 那針對於勞工這邊 比較有保障的權益 希望我這邊可以提供給勞工 有這樣子諮詢的空間跟條件 讓他們知道說 他如果有勞工勞資爭議的話 來這邊詢問待會 是可以得到說 他知道說 什麼是保障自己的訊息 對處六港賊表示 要離開市場的聘用專門處理 勞主求婚的律師來要回合 另外 施設方便目前回到自己的檔中 我們明年度會開始 他日期還有一個服務的時間 我們都還在 還在 還在跟他洽喊 對勞資法比較了解 因為社會處 也還有六港賊都是來 合部留學做軍 也還有漏風 所以出席的官議員 對兩個的處 變連醫生都感到沒有浪費的盡控 大部分的醫生都通過 這位新聞王安靜中華報道